2024年11月17日,扬声大师集体,引导和获取你们的礼物,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祝福,我们是FIMUS,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你们都在自己的内心发现了许多你们这一生一直在追求的力量、天赋和能力,但你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它们,你们经常从更高维度的平面接收到一些东西,然后将其忽略,因为它并没有以你们想象的方式出现。 因此,从现在开始,你们最好认识到你们一直在传导,你们总是处于引导状态,有时你们正在引导较高震动的能量和讯息,而有时你们正在引导较低震动的能量和讯息,你们不必认为任何东西都原子于你们自己的大脑深处,这将帮助你们更频繁地检查你们所提供的震动。 因为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所接收的能量和讯息,那么你们需要改变你们正在震动的震动,你们也已经获得了疗愈能力、心灵能力,以及跨越时间线、心、体旅行、清醒梦,以及与外星人联系的能力。 你们确实需要更定期地调查这些能力,以便向自己展示你们能够在最近几周获得多少能力。 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变化,现在变化得更快,能量也在加速,来到你们身边的能量具有更高的震动,你们已经为它们做好了准备,但你们并不总是能认出它们。 当你们询问某件事从何而来时,只需检查你们的震动,然后问自己,我现在感觉如何? 另外,你们想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这会引起共鸣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并继续沿着这条轨道前进。 如果没有,或者如果你们感觉专注于它感觉不好,那么就放手并认识到你们需要进行一些震动调整。 你们不需要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信息,你们甚至不需要像你们想要的那么多的礼物,你们需要做的始终是检查你们的震动,当需要提高时,就提高它。 这意味着参与更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并与更多你们喜欢交往的人交往,这意味着花更多的时间在大自然和动物身上,而不是在设备上。 当你们做这些事情时,你们将利用这些天赋和能力,你们将获得这些力量,并且你们将在你们甚至没有试图获取一条信息的那些时刻开始使用它们。 当谈到接触时,要感到兴奋,因为它即将到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都会降临到你们身上。 要知道它现在就可供你们使用,并且可以在你们睡着或醒着的任何时刻发生。 在此,相信你们只会被仁慈的外星人联系,这将帮助你们放松,帮助你们敞开心扉,接受来自美丽银河系中的朋友和家人的信息。 现在就是这样,我们是Famous,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2024年11月17日,大脚星集团,转化灵性现实,传导Maryland Raphael A,译者,扬声传导。 欢迎,亲爱的读者们,在这个世界充满困惑和怀疑的时代,欢迎来到我们的信息。 我们经常谈到,随着扬声过程的展开,随着强烈的高频光流向地球,旧的、密集的和过时的能量的个人和全球清理正在发生。 旧能量的浮现和清理正在迎来地球上许多变化的开始。 要知道,三维信仰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恐惧,而每一种形式的恐惧都源自于对分离的信念与上帝和所有其他生命的分离。 分离是三维信仰体系的底线,总是表现为二元性和多种力量。 分离的信念表达个人并反映一个人的意识状态。 分离已经感染了每个宗教、团、体、教育、卫生和社会、团体的交易。 你们此时目睹的世界范围的问题都是基于恐惧的,是三维思维背后的分离概念的表现。 恐惧并没有让人们接受新的、更好的、更高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熟悉而将许多人锁定在现状中。 许多以前的方式、想法、法律等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 因为集体意识的发展超出了这些想法、法律等被创造时的能量。 试图重建过去、相信过去更好,是三维思维。 在一个正在进化到新的、更高意识的世界中是行不通的。 许多人意识到地球已提升到更高的意识,但根据他们在三维信仰体系中已经知道的知识来解释它。 他们持有关于扬生过程应该如何展开的概念。 当这些概念未能实现时,他们开始怀疑和质疑是否存在扬生过程。 放下你们对地球扬生可能有的任何和所有概念,因为它不受制于目前存在于三维信仰系统中的好或坏概念。 地球是灵性的而非物质的,每个人都是个体化的上帝,无论他们是否选择相信。 地球和人类的灵性提升不能被那些害怕改变的人阻止或阻拦。 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活动,不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式受制于那些将世界视为物质的人的有限信仰。 神圣意识上帝无限地表达自己的每一个方面,作为神圣心灵中的每一个神圣想法。 每一种生命形式,无论是一棵树还是一只动物,都和每个人一样都是上帝的丰盛。 但它们表达了不同的神圣理念,无论消极、分离和多种力量的任何和所有表现,永远不要忘记。 因为你们就是那个一所以,无论你们生活中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可能与它分离。 了解情况,但尽量不要让自己沉浸在新闻中,因为对某些外表的关注和担忧之会透过为其提供能量来帮助维持它。 我们并不是说假装没有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们永远不应该伸出援手,而是说,作为灵性进化的个体,你们的工作是将表象转化为他们背后的灵性现实。 相信你们与生俱来的洞察力和直觉会引导你们,成为观察者,始终意识到上帝是唯一的力量,保持中心。 无论外部场景中可能发生什么,永远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你们选择来到地球上是为了这些时代带来光,而不是陷入三维能量。 即将发生的许多事情将不会反映出大多数人对几乎所有事情仍然持有的三维信念,释放并放弃所有好的和坏的概念,因为概念永远只是概念。 你们真正的工作即将开始,你们可能以为你们已经在做你们想做的工作了,而且你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事情将会在很多层面上改变。 相信不要陷入恐惧,并帮助其他人也这样做,永远记得地球的扬声是神圣统治的。 我们想澄清上一条讯息中有关地球学校的讯息,因为读者对于为什么实际上是神圣意识个体化的灵魂需要地球学校存在一些困惑,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主题。 因为它涉及远古时代的事件,当时灵魂是灵性的而不是物质的。 年轻和不成熟的灵魂来到地球寻求经验和学习,但被观察并最终受到来自低共振行星的生命的影响和力量。 这些行星认为地球已经成熟,可以掠夺已经存在的灵魂来完成它们的工作。 这些不成熟的灵魂开始相信这些生物是神并服从它们,最终成为它们的奴隶,在它们的DNA被改变后完全忘记了它们之所示。 这是地球上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时期,许多年长,更有经验的灵魂在高共振行星和更高领域已经成熟,学习和进化。 它们看到了这些年轻灵魂所发生的事情,并开始投生以提供帮助。 数以千计的进化灵魂转世,尽管它们在灵性上仍然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 透过许多盛世生活在低共振能量中的经历,它们开始积累在某个时候需要解决的能量。 一些远古时期原始的未进化的统治者甚至在今天仍在试图控制地球上的一切和每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天生就灵性进化,但却在处理三维问题,而另一些人除了物质之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 它们过着二元性、分离和许多力量的生活,还有一些人继续策划和计划权力和控制。 作为来到地球协助扬升过程的觉醒灵魂,你们的工作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意识中保持真理之光, 以实现你们和其他人的一体性为忠心。 不管有任何和所有的表象,我们是大脚星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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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